最近有则消息让我们大受震撼 中国的钢铁牢牢地卡住了外国的脖子 当全球一钢难求的时候 我们国家确有的是 全球排名前十的钢企 我们中国战气价 全球的钢价也是由我们说了算 但出乎意料的是 钢铁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 我们反而减少了生产能力 控制了出口 那么我们不趁这个机会赚一笔钱 在其他国家面临着严重缺铁的情况 要不要帮他们一把呢 用来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的 一个是发电量 另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工业化水平的普通国家 通过出售石油的GDP却很高 首先说第一个指标 发电量 中国自古以来发电量就稳居第一 如果我们在亚鲁藏不将下游建设的水电站全部建成 那么发电量将会更上一层台阶 关于钢铁生产能力 我国粗钢年产量保守估计约为10亿吨 占世界的53%左右 换句话说 其他国家的钢铁产量加起来也没有我们国家多 在目前世界前十大钢铁企业中 中国企业占了7家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钢铁企业可以轻易卡住世界钢铁的脖子 毕竟钢铁是制造业的血液 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 是钢铁需求量激增的时候了 但迄今为止的钢铁供应链 受到的冲击并不是一时能完全恢复的 这造成了全球钢铁供不应求的困境 现在至少有美国印度 德国这几个国家陷入了钢铁短缺的泥潭 那面临这种情况 中国钢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许多国家希望我们伸出援手 在钢铁荒之下 只要中国钢铁企业能加快产能 赚钱就是易如反常 但是 我国没有放任钢铁产能的肆意增长 相反 采取了限制生产的措施 今年9月 我国粗钢生产能力比去年下降了20%左右 而且这不是我国今年第一次产能下降 这显然是一个好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不大量出口反而限产呢 我们国家实施限制措施是 一是为了防止钢铁热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程现象 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 所以现场可以淘汰落后无染的钢铁企业 同时这也促使我国钢铁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只能靠质量而不是数量取胜 我国在钢铁生产能力上居世界第一 但是在高端钢和特殊钢领域呢 还有很大短板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领域反而受制于人 例如钢铁生产能力被卡在脖子上的日本 是世界特殊钢生产能力20%的提供国 甚至我国的特殊钢也依赖日本 我国钢铁产业必须向高端化转型 提高钢铁技术含量 提高价值 好消息是这几年啊 我国用手撕裂钢铁 轴承钢航母的甲板钢铁等领域 都有喜讯传来 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钢铁转型领域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进一步加快了我国钢铁领域的转型升级 钢铁的变革之路确实非常艰难 但我希望中国钢铁企业能负重前行 为中国钢铁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未来 朋友们 你们觉得中国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克服钢铁慌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